开心小哥哥 你有太多的理由 勇敢向前走 你有N多的借口 潇洒多个舞 今天你是主角 我们手牵手 阳光被随你我左右 啦啦啦啦啦啦 大手牵小手 想着快乐 想着幸福 想着阳光 想着明天走 想着明天走 明天的太阳啦 天天和我们搬上 水灵灵的小雨路 渡过我们的天家 雨的小雨会一起 我们站在那天下 在中国的暮色风上 我们是仙花 我们是仙花 仙花 我们是中国花 告诉全世界 我们是幸福花 我们是仙花 仙花 我们是中国花 告诉全世界 我们是幸福花 有新ixa标 云西花 仙花 仙花 我们是 HAS 仙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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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伴道永久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 大手千小手栏目 来到了位于祖国西北边陲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 乌鲁木齐市 新疆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 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六分之一 这里风景优美 物产丰富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的腹地 与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吉尔基斯斯坦 等八个国家接壤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不丝绸之路的要道 我的家乡 新疆 有着数不尽的粮仓 肉酷 气甜 我的家乡 新疆 瓜田果香 吐鲁番的葡萄 哈密德瓜 库尔勒香梨 阿卡苏的苹果 天下文明 味道美极了 新疆有最纯净的雪水 有最新鲜的空气 钟来总理生前就曾经赞誉过这里 新疆是祖国的一块宝地 今天的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 也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 在这片广阔深沉的土地上 各民族人民和谐共处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各民族间交流 交往 交融 发生了许多感动你我的故事 是的 在广袤的伊犁河谷 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一位汉族的小姑娘和一位哈萨克族的小姑娘 她们之间的情意深深地打动我们的心 说起王冉与胡马尼亚的友谊 得追溯到九年前 那天是新生报到的一天 刚到学校 然后就听见老师就跟我说 你的座位在那里 然后我就向座位那儿看了一眼 然后就看到了他 他笑得很灿烂 刚坐下去 然后我就跟他说 说了许多悄悄话 但是他并没有回答我 后来才从老师那里得知 他的听力是不好的 看到胡马尼亚听不懂课 作为同桌的王冉也很着急 在长时间的交流中 王冉找到了自己的方法 我和胡马尼亚有一套自己的语言 这就是我们一起去上学吧 这就是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有了交流的方法 无论是课堂上还是生活中 王冉都是胡马尼亚的小帮手 做题时用手势给他讲解 体育课上告诉他每个游戏规则 美术兴趣班上与他一起画画 在王冉的帮助下 胡马尼亚很快融入了班集体 爱 菠萨在心里 就会开出芬芳四溢的花朵 2014年春日的一天 在课堂上 王冉突然晕倒 这让同桌胡马尼亚焦急万分 胡马尼亚先发现他了 然后在学校晕倒了 胡马尼亚赶快抱上他 为他咋回事 经辗转多地求医 最终查明王冉患有癫痫疾病 因为生病 王冉不得不休学在家 为了鼓励王冉振奋精神 胡马尼亚经常去看他 现在胡马尼亚是最关心王冉的一个 最好的姐妹 他们两个 2015年3月 经过治疗 王冉的病情逐渐稳定 重新回到了学校 虽然不能和胡马尼亚在一个班 但在彼此心里 仍是最亲密的姐妹 胡马尼亚考上了乌鲁木齐职业高中 两个小姐妹暂时分开了 但心里的牵挂一直都在 从未想过有天我们会分离 但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们还会在一起 那时候你的病也好了 我不在你身边 你一定要按时吃药 王冉告诉我们 他的理想是当一名教师 胡马尼亚的理想是将来当一名画家 为了实现彼此的愿望 他们会一起努力 他喜欢画画 我喜欢涂色 我想跟他一起用我们手中的画笔 去描绘出属于我们之间的友谊 去描绘我们可爱的家乡 我们大家都知道 人与人之间语言是一个重要的交流的工具 而对于我们来说 王冉和胡马尼亚 他们之间的情谊已经超越了语言 超越了民族是新与新的相通 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 这两个孩子就像十六子一样 紧紧地抱在一起 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 欢迎王冉和胡马尼亚上场 欢迎你们 现在胡马尼亚已经在新疆残疾人 职业中专学校读书了 这所学校在昌级 那王冉你有多久没有见到你的好伙伴了 快一年了 是不是很想 那见面了应该怎么样 你们两个虽然不是说同父同母的姐妹 但圣似亲姐妹一样 这一年没见面 胡马尼亚又有比较特殊的情况 你们俩是怎么交流的呢 一般是微信视频的 视频 那你们俩怎么聊天呢 就用我们俩独特的手语 我还以为是写字呢 那怎么叫独特的手语 因为是从一年级就开始在一起的嘛 然后就形成了我们俩独特的手语 现在胡马尼亚上几年级了 上中专二年级 那王冉你能不能问胡马尼亚 她在昌级读书啊 学习的情况怎么样在学校里 就是她在学校待得很好 老师很好 她的朋友对她也特别的好 然后在学校画画很好 跳舞也很好 我真的觉得他们两个人 可以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王冉 请告诉胡马尼亚 我们所有的人都会为她加油的 对 那我还想知道 现在你们都是中专生啊高中生 未来呢恐怕就要面临高考 或者是上职业学校 你们两个人的未来的职业梦想啊 是什么 我是想当老师 我感觉是画画 她想当画家 怎么样 我都懂了 咱们俩的心也很近 我真心地祝福两位孩子 能够一辈子做好姐妹 自己的梦想都能成真 好吗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新疆闪电舞团 他们的年龄从四岁到十四岁 曾多次代表新疆参加国内外街舞赛事 运荣获过关亚军的好成绩 多次受邀 参加各大媒体开场舞嘉宾表演 我们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室 三建科技幼儿园的小朋友 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六岁 别看还这么的年龄小 他们今年获得自治区体育台育大赛 花式篮球的金奖 同时在全国篮球邀请赛中获得金奖 并有幸接受了姚明的灿望 姚明赞赏了来自于新疆的这一支优秀的队伍 并为孩子们送上了自己的祝福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驰名中外的乌鲁木齐室 第五小学足球队 这群天山脚下的小英雄们连创佳绩 他们先后获得了五次国际比赛冠军 九次全国比赛冠军 二之一次自治区比赛冠军 特别是他们在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中 七战全胜获得冠军 成为了中国足球的希望 让我们为新疆的足球小巴郎们加油鼓劲 在乌鲁木齐室生活着一个爱唱歌的小巴郎 他每个月都坚持去看望那些孤寂的爷爷奶奶们 给他们梳头 给他们洗脸 给他们唱歌 跳舞 讲故事 他是老人们的开心果 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好孩子 他就是英俊的维吾尔族少年 木热地利 眼前这阳光帅气男孩名叫木热地利 来自乌鲁木齐室第十三中学初三四班 几乎每个月木热地利都要来这里 看望孤寡老人 用他的歌声和实际行动 给老人们带去欢乐 木热地利至今还记得 妈妈第一次带他来养老院的情景 这些爷爷奶奶 有的拄着拐杖 有的坐在轮椅上 还有些已经失去了语言表达的能力 只能一一压压地发出听不懂的声音 看到这些 木热地利眼睛湿润了 然而当接到自己送上的礼物 听到他演奏欢快的都塔尔时 木热地利惊喜地发现 爷爷奶奶的脸上 露出孩子般可爱的笑容 为了让爷爷奶奶脸上的笑容 绽放得更长久 木热地利决定 要常来这里 给爷爷奶奶秀一秀新学的歌 陪他们聊聊天 给他们喂顿饭 好 木热地利 应该应报一下 我可以说是看着你长大的 对 几年的时间 你从这么高 一下超过了我 现在有多高了 现在又一米八五了 现在上几年级 现在上高一 那学业很忙吧 对 学业越来越忙了 感觉 那还有没有时间去看望那些爷爷奶奶们 时间还是有的嘛 当然你看新修新鲜 就可以抽空去看一下他们 看望一下他们 给他们唱唱歌 然后让他们开心一下 那如果过几年 你考上了大学 如果去了外地的话 该怎么办 我觉得不管以后是上大学了 还是以后工作了 反正都是会有时间的 比如说利用一些寒暑假的时间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去看望一下他们 然后我希望通过这些途径 来传播一下正能量 让更多的人在他们的心中 绽放起一朵民族探结之花 高洋贵辱 乌鸦反哺 孝幸老人 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木热地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照顾着不同民族 非亲非故的老人们 在他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大的孝子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春天 庞宝敬的洋蔺 我爱你秋日 金黄铃收过 我爱你轻松喜吃 我爱你轻松喜吃 我爱你家乡的天真 好像如此滋润着我的心光 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你我的母亲 我的祖国 亲爱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张照片 了解一下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这张照片是2014年4月28日的上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喀什地区 舒复县 托克扎克诊中心小学 和师生的合影 六年级一般的教室里 两位同学用新朗的普通话 给习业业念了一段做客喀什的课文 总书记非常亲切地和孩子们进行交流 询问孩子们是从几年级开始学普通话的 还问了孩子们究竟长大想做些什么 总书记在之后又和老师们进行了交流 询问孩子们学双语 家长支持吧 离开学校时 新总书记嘱咐校长 少数民族孩子双语教育要抓好 学好汉语不仅将来找工作方便 更重要的是能为促进民族团结多做贡献 你们使命光荣 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感谢观看 太心是可爱 恰恰是无尊 阿里姆的颜色主 白头 白头 可爱的白头 玩得真开心 孩子 孩子 我的宝贝 长得真可爱 白头 白头 可爱的白头 玩得真开心 孩子 孩子 我的宝贝 长得真可爱 圆滞 真开心 长得真可爱 白头的美眸 长长的边子 显得真可爱 明adan 我的宝贝 terrifying 马辞 买饭 君私 可爱的线 steel 白头 可爱的线 虽然 记得柔衣生 可爱的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维护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根本在人 关键在教育 在阿克蘇地区乌石县 有一所远近文明的双语学校 他的出名不仅是因为学校环境优美 师资力量雄厚 更源于他有一位非常有远见的好校长 新疆阿克蘇地区乌石县伊麻木镇 这里有一所远近文明的伊麻木镇小学 这几年 每到八月开学报名时间 乡镇周围很多不明而来的家长 都会因为给孩子报名 而几乎把学校围得水泄不通 截止目前伊麻木镇小学有七届毕业生 共336名 其中257名学生 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内出班 今年是小学第一批毕业生参加高考 百分之百被内地和新疆的大学录取 自治区先后投入1700万 给学校盖了8000平米的崭新校舍 同时 每年拿出76万元 给学校教师补助工资和社保 圆江对口省市给小学的各类捐助 也达到150多万元 我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 让孩子们零距离地接触 中华文化的中国大真实 我看到孩子们灿烂的笑容 听到孩子们浪浪的都是声音 我觉得我天下最幸福的事 我是小家 库尔班 小朋友们的普通话说得太棒了 真的是琴棋书画 这些传统文化是样样精通 说得没错 这一切都归功于一个人 那就是我们可爱的库尔班校长 今天我们的库尔班校长 也来到了我们晚会的现场 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库尔班校长 校长好 你好 你好 我想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和我们一样非常地好奇 想问问您当初是怎样的一个初衷 让您决定要办这样一所学校呢 新讲 尤其是男讲 我们少数民族的同胞们 一位不动化 各种程度上制约了他们的发展 脱盆致富的道路 我就是办小学 让更多的农文们的孩子 学习不动化 接受优秀的传统文化 免疫上全国从农村走出去 学更大的舞台去通过自己的知识 来改变自己的名誉 说得太好了 那我想呢在办学之初 有可能不能够得到所有人的理解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刚开始我带汉子老师挨家挨户地去宣传 当时呢我们的声援不太多 我们第一届就招聘了八十名学生 好到详细们不太理解我 质疑我的办学思路 办学能力 现在就不一样了 现在大家都理解了 都支持了对吗 是的 谢谢谢谢 谢谢我们的库尔班校长 我想是您的坚守 和您的付出 才为我们的孩子们 拖起了美好的未来啊 说得没错 我觉得只有学好普通话 孩子们的梦想才得以实现 哎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想是你妈 大叔 等等我 你的小猫脸都变成电驴子了 听说你要上北京 邻居们给你准备了点特产 来 妈 现在老百姓手里都有钱了 铺鲁巴 我也想去北京看看 看看我们亲爱的总书记 好好地谢谢她 把我也带上吧 好 你看 我种的棉花 放烧了 哎 你们种的棉花可真好 听说都卖到国外去了吗 需要许言 自从访会聚工作队来了以后 我们都脱贫了 我们也想去北京看看 你把我们也带上吧 好 哦 我带了都是新疆的名牌产品 哎 攒钱的很 妈妈 吐鲁巴的葡萄哈密的瓜 快乐的香里顶呱呱 河钱的玉阿布拉的南 伊犁的熏草买名羊 对对对对 新疆的瓜果买名羊 新疆的美食像当当 新疆的姑娘最漂亮 电脑走书记准备说点啥呀 哎 我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呢 现在党的政策太好得很 娃娃上学不要钱 年年期间不花钱 种地盖房补贴钱 共产党要谢 我们的祖国要谢 我爱我的祖国 谢谢可爱的孩子们 他们的表演让我们非常的感动 这正是过去一年中 新疆双语教育事业取得的累累硕果 2017年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 大力推进以普通话教学为主的双语教育 特别是重点抓好学钱双语教育 也是在2017年 南北江农牧区 共布点建设了4408所幼儿园 这个数字是前五年的总和 这一年 117.62万名各族幼儿就进入园 学钱双语教育实现全覆盖 这一年全区普及农村学前三年免费教育 南江地区更是实现了15年免费教育 这一年南江学前普通话教育支教老师 从3000人扩大到上万人 双语教育是全面落实党中央 治疆方略的基础工程 同时也促进了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战略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有关支教老师的故事 自治区选派的支教干部迅速赴南江农村幼儿园支教 他们是孩子们人生起航的引路人 他们也许不是专业教士 但却无私无畏倾情付出 他们不是孩子的父母 却胜似父母言传身教 我送喀什来 孩子们特别可爱 有的时候他突然跑过来敬你一口 然后抱抱你给你送一个苹果 我就觉得非常开心 可以 儿子在阿克蘇 我在和田 国旗 国旗 红红的 国旗 国旗 红红的 五颗星星 红红的 看老师怎么拍啊 教育是润物细无声 慢工出戏活的良性活 我想用我温暖的双手 托起孩子们未来的梦 我一想起我好儿子 竟在做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 我们来得值 苹果 苹果 红红的 苹果 苹果 红红的 什么水果绿绿的 土美 为了教会小朋友一句话 一张图 每天会嗓子沙哑地重复无数遍 天风花开 灰花开 一风土地 到飞开 到现在我们的孩子都能做支援介绍 然后都知道自己家里几客人 或者打心理也特别地高兴 我们叫玲莱雅公 我们现在是菲 我是玲瑞雅学姐 长一半的小朋友 如今小朋友们一天一点进入 胡梅老师心里很甜 我感觉 就是我是她的汉语启蒙老师一样 特别是她们孩子回家说 我是中国人的时候 我自己发出这种感慨的时候 我心里也是非常颤兰 然后第二天她的爸爸会告诉我 我是中国人 她的孩子会 我觉得这就是对主播更认同 语言通 心灵通 孩子美 世界美 她们用一年多的支教时间 换来终身难忘的人生历练 换来千千万万的孩子们 迎着朝阳出发 看完短片我们的心里都非常的温暖 这下老师们克服了重重的困难 用热情和爱心 点亮了南疆孩子们的童年 老师们不光是教孩子们 讲普通话 学知识 更是用爱 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 拨下了希望与梦想的种子 今天喀什地区书富县湛米乡 奥米德村的支教老师朱莉莉 和喀什地区巴褚县 琼富尔恰克乡 克斯勒努尔幼儿园园园园长 阿丽亚普尔逊也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欢迎两位 我先来采访一下园长吧 园长请问您 支教老师来了之后 孩子们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支教老师去了以后 孩子们得到了一个 学好普通话的一个良好环境 交流时间越来越长 孩子们和支教老师的感情方面 越来越就生了 那家长们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家长们呀特别高兴 就是赞美不仅 他们把大拇指伸出来说 谢谢老师 支教老师 你们辛苦了 我特别想知道 您在去支教之前 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我是一名正法干部 您在去支教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呢 孩子已经大了 现在就是父母年迈 我们家只有两个孩子 妹妹在快乐工作 所以当那天组织决定 让我去支教的时候 我回去告诉我母亲 我说妈我要去喀什去支教 我妈当时就哭了 因为我的父亲呢 是已经卧床四年 吞咽功能已经没有 所以我说我要去喀什 肯定我母亲呢 就觉得没有依靠了 我的父亲他只说了一句 你要负责任 就是离开年迈的父母 我觉得特别难受 这是一份对家人的愧疚 但是这确实是一份责任 对 很不容易啊 那给我们讲讲 您到了这个喀什之后 当上幼儿园老师之后 孩子们有没有给您带来 什么感动的事情 孩子们带给我的感动的事 特别多 真的特别多 让我最感动的是 是上个月 我因为工作原因呢 我从那个二村调整到三村去认教 当我和我的同事到二村幼儿园给孩子们告别的时候 当我推开门的那一刹那间 我所有的孩子都涌上来 抱着我 哭着说 莉莉老师你不要走 莉莉妈妈你不要走 我当时和孩子们都哭成了一团 在老师和我同事的安慰下 我悄悄地离开了教室 走到院子以后 我的孩子们又追出去了 又把我推回了教室 他们要求我别走 谢谢 你是和孩子们之间的深情后裔 虽然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 是吗 一年时间 幼儿园的小朋友们确实是真心地 把支教老师们当成了他们的亲人 而支教老师们也把幼儿园的小朋友 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一样来关心和爱护 我觉得就像刚才朱老师和我们分享的那样 很多孩子得到了老师的帮助 学了知识 同时也学了很多好的生活习惯 回到家再把这些交给他们的爸爸妈妈 这正可谓是小手牵大手 如果说爱自己的孩子是天性 那么爱别人的孩子就是大爱 在这儿让我们再次把掌声 送给无私大爱的支教老师们 谢谢你们 谢谢 如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有46万人通过孔子学院 孔子课堂学习汉语 可以说在全球掀起了一股汉语热 处在丝绸之路新一带核心区的新疆的孩子们 需要有更广阔的视野 所以学好国家通语源 是点亮希望成就梦想的基础 是这样 那么目前全疆的少年儿童们 尤其是从幼儿开始学习古通话之后 使他们融入了祖国的大家庭 还使他们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更提高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有许多新疆的各民族儿童 他们喜欢上了中华戏曲 他们不仅听戏曲 学戏曲 还会演戏曲呢 像京剧 黄梅戏 玉剧 琴腔 他们都可以随时的唱上那么一段 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 来自天山南北的各族的孩子们 为我们带来梨园蕙翠 想请大家别让我再来 这就请大家看 要来自我 看什么 大家要来自我 看这儿 呢 你有还好 你呢 你不愿意 我这�� 我从谈你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我家里比较习 说不清没有大事 不放满 虽说是虽说是情卷又不相认 和她们渐渐太游戏 跌跌和难来 心上很惊人这里的荒谬 我遇到猜出几分 天影却提供它的暗游戏 固陵的私下 啊 一 别放丢下nos个梦妹妹 推到金谦粉 示斗桃腹肋 在草莽人情味 穿远的不甘情之费 手里 眼睛有我啊陶醉 眼睛好比我不脸 没手眼就长修起 身影小茅如温 眼睛和明思外来 在草莽的家子 酒肆语 老醉花 卷醉花 一醉醉到天根下 丢下一粒子 发了一口牙 空干瓷落叶 开的什么花 解的是何词 莫的是不分 说得是否把 此花叫做 小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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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尿 小茅 辰浆 烏 小茅 对 红鹅 大 voice 小茅 可 你 看 五十五 少茅 尼ع 宣 小茅 在我的神山坛 咱们的邪火瓦 还有一祸山 千真万千万道是他们 练了好 一步足先迷地 鸳鸯瓦 一群群山洞地活菩萨 一笔笔勾描 一点点扩大 一尝尝脸部 美江江 太棒了 来来来 这几位唱戏曲的小朋友可是了不得 他们是我们历届双语大赛的获奖选手 真是太厉害了 刚才这几位小选手 我们的小演员在台上唱戏的时候 我们就想 这个唱的是京剧 这个唱的是玉剧 那决斌姐姐 咱们来考一考他们好不好 对 虽然他们汉语做得特别的好 但是我要问问 你们说是学说话说汉语容易呢 还是学唱戏容易呢 两个都容易 你真聪明 但是我刚才看你唱了一段乐剧是不是 对 乐剧可是发音和那个普通话 汉语还不太一样 天上掉下歌 你来一下 天上掉下歌 林妹妹 是一朵青岗 车子 真棒 真棒 掌声啊 好 那我也想问问你 这个天上掉下林妹妹 你知道是哪一部名著当中的人物吗 是《红楼梦》 对了 所以通过学系啊 我们也能够了解中国的历史 了解名著当中的人物 我们的小主持人 你是第一个唱的对不对 你唱的是什么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唱的是金句 《红灯记选担》 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这其中你最喜欢唱哪几句 就是爹爹和奶奶 齐声还情人 这里的奥妙 我也能猜出几分 好 接下来想不想听 吉平姐姐给你接着唱 我来给你提个小意见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唱上去 这段唱不能唱成这样 轻轻嗓子啊 你这个呢有点像流行歌曲的方法 应该高高起来 高起来 就高八度唱 爹爹和奶奶 假声 来 爹爹和奶奶 好 真棒真棒 好极了 那刚才我好像还听到了其他的 还有黄梅戏是不是 还有一个玉句 他们唱的黄梅戏 他们两个人 好 那我考考你们 黄梅戏 它是什么地方的地方戏啊 是安徽的 对了 你们俩就排练这一段 用了多长时间 也就两三个月吧 两三个月 能够到现在这样一种程度 非常非常的棒了 那我最后问一个问题 今后你们还想学更多的传统戏曲吗 想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孩子们的精彩绽放 离不开老师们的悉心栽培 是的 如今在咱们新疆 在农村的儿童 已经全部实现了免费入园 当然了 各学段的普通化教育 也是实现了有序的衔接 在咱们内地 各个学校都纷纷开立了内高班 为咱们少数民族的孩子 开启了新鲜世界的大门 EPP受益于双语教育的孩子们 如今不负众望 在各行各业 取得了娇人的成绩 他们帮我在我很想说做这个决定 让我学习汉语 我非常的感激 这个决定太正确了 在工作中所取得的这些成绩 都是以党和政府的培养 关怀教育下是分不开的 把这些学来的知识 一定要用在工作中来暴打祖国 新疆人们身上有很多的正能量 而我的使命就是把这些正能量 带给我身边的朋友 跟家里人说蒙古语 从小学学的汉语 我们奥运会传递是非常重要的 我拿着火炬环球转一圈 那什么感觉啊 这是国家的任务 国家的使命 作为新疆人特别自豪 我觉得学到更多的是 一个是感恩 另外一个是独立生活能力 态度决定一切 作为新疆第一代地铁司机 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我们第一代地铁人 将会为各族群众提供高效 优质 便捷 安全 专业的运营服务 没有那个奥运的话 就见了也不可能跟我上学 我说就出学 要么就是别修土垃圾 大名鼎鼎的 无奈爱丽 中国地级大学博士 我觉得我今天有这样的成就 第一就是我考上这个奥运 就改变了我的命运 出去的人多的 然后回来为新疆做贡献 这样的话 对整个新疆的发展和教育 所以后来的路上都做出了贡献 就因为有国家 有家乡的这么好的政策 就好多 就挺感谢的 不好意思 又控制不住自己了 我为什么还得要回来 我就爸爸的那么一句话 我就回来了 我第一次站在这个岗位上 想让他们知道 她的女儿在这个美大的岗位上工作 请祖国放心 请这乡人民放心 祖国万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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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亲爱的朋友们 大手牵小手 下次再牵手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